品嘗肉羹林佳龍看起來心情不錯 這12月26號早上 同一時間高工局的科長 正因為塞車問題被媒體記者輪番轟炸 尤其塞塞塞 國道從端午前塞到端午後 四天連假直接砍一天 用路人苦不堪言 交通部長滿足吃著肉羹 更別說端午節當天下午 交通部長林佳龍在這裡 笑得好開心 手上拿著一杯威士忌 拼觀光到南投酒場品嘗台灣酒 對照網友PO出國三中寮南下路段 整條高速公路 儼然成了露天亭車場 跟交通部長休閒品酒 成了最大對比 但林佳龍還反要用路人聰明點 不要在尖峰時間 在特定的路段 自己要去塞 做一個聰明的用路人 能夠趨吉避凶 沒有這個擔當 這麼沒有一個服務的一種心態 來面對說人民的 在用路人 他的一個著急的情況 反而去怪罪我們的用路人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說法 廉價大塞車部長還能落金句 網友也傻眼 酸度爆表猛蓋樓 直搶聰明人還會輸掉台中 要林佳龍少做秀多做事 難道是我們笨嗎 國道看日出套裝行程 還是廉價在雪碎過夜 真的做不好 那麼請換人做做看法 沒有必要讓你在那邊 總是我們用路人都是笨蛋吧 燕宇蘭加碼分享 自己朋友晚上10點50分 從林口去宜蘭 卻塞到凌晨3點半才到地 這樣還不算林佳龍口中的聰明用路人嗎 爭議越燒越大交通部 趕緊救火 強調聰明用路人說法 並非究責任何人 若有語意不精確 願意修正 聰明說後林佳龍神隱 想發聲明 恐怕難憑怒火